大家好,我是阿锦 今天过来装几个小便器 还有马桶 还有几套洗手盆 就是这个房间里面 这一堆东西 这些小便器 还有在安装里面 这种马桶是最不好装的 也就是比较慢 它要主张水箱 还有它的盖板 很多东西 都是分体的 还有这个底部的排污管 也是要一步步的装 不像那种连体马桶 直接套个法兰就OK了 这个就是比较慢 还有这个小便器 它这个小便器也是分体的 全部配件都是一 一个一个 然后也要你组装 它这种就是卡码 直接卡片挂上去 像这种卡片的话 要求的水位就是比较精准一点 所以我们买这种小便器的话 一定是先买回去 再定位 不要先定好位 再去找小便器的话 就是比较麻烦 看但是蛮好看的 这种小便器 先放在一堆 然后咱们就先从衣食柜 这些衣食柜开始装 这些产品全部在一楼堆着 然后装的话也要一个一个搬上去 然后总共是四层楼 每装一个东西到晚上搬 它这些柜子的话 最小的话都是一米 还有一米二 还好不是很重 这就是安装的布局了 这边是马桶 中间的话是小便器 旁边的话是洗手盆 咱们先非发不多说 开干 还是从顶楼开始装下去 装的话就先装一丝柜吧 它这里面的那些小便器啊 还有马桶的水位都看了一下 很多都是不理想 就是说有些线位啊 水管位啊 进水位啊 都是有偏差 被顶住 所以很多东西都是装不了的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马桶 马桶装上去以后 它是水箱不靠墙 然后它又说要求不装 先是马桶一定要靠到墙去 然后它那个坑基下方的那个 因为它要改 改成是40的 现在它是30的 所以它要从先买过 买过以后再过来装 马桶下方的不靠墙 是很多因素造成的 比如你一流的时候 那个水管 排污口的中心点 到墙的地铃 你流的不对 很多是水电舒服 它不懂 流的可能是40啊 或者是45 导致了这种情况 然后你后期买马桶 买回来的话 你又不根据那个现场的 空气去买 就导致了这样的情况 所以我们在前期装修的时候 可以沟通一下 就是说你一流的排污口的尺寸是多少 你就可以根据那个尺寸去选马桶 这样子你后期 这个马桶装上去就是很完美的 所以这些位置上面的细节是很多的 如果说你是不懂 你要到市品牌店去买的时候 你可以到那个店家 就是他们的专业售后过来给你两尺 定位 一般的话 大品牌的话 都是可以上面给你两尺的 定制这些的 而卫浴的话 你是选择定制 肯定是比较美观 但是价格的话 肯定是上去的 这里装了一天 它盆子 主要浪费在哪里 你知道吗 就是搬 搬个洗手盆 然后就是从一楼 而且还是负一楼 搬到四楼 这种活属时的包干 所以这个东西 我们后期还是要加加 这里金柜 也有个问题 大家看到没有 就是它这个线 就是镜子的灯线 流的太低了 就是这个镜子挂上去 就是比平常的那些要矮一点 就是导致这样子 如果说你要高一点的话 就是这个灯线口 可以流出来 也跟它沟通过 问它是装还是不装 现在你这个灯线 留在上方的话是比较合理的 它说你装上去吧 把那个下方的电源的口给它遮住就ok了 现在看起来的话是比较正常 但是你现场看的话 这个镜子是比较矮一点的 现在很多人流行这种智能镜 就是带灯一个 还有带储物的 看起来是蛮高档的 其实我个人也还是喜欢这种单面镜 就是不喜欢有金柜 金柜的话 你东西多的话还可以 东西不多的话 没什么必要 现在这个马桶也是装不了 就装了两个三个马桶 还有四套盆 这个就是一米二的销盆 现在这个马桶装上去 它这个马桶就是靠墙 只有是有三公分的距离 它还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有十公分八九公分 它就接受不了 它说一定要改 现在我们把这个下水 还有脚阀给它接上去 前面它又说这个脚阀 不知道哪里关水 所以后面没接 所以现在才过来接 装完就收工吧 不搞了 太累了 整体效果还是蛮不错的 这些料都看它后面是怎么弄 以后再说 大家拜拜